因此工作有無比的神聖性 但是工作也是上帝對人的懲罰 你別以為你信主得救之後 你的工作就會一帆風順 你就會裁員廣盡 你就會毫無挫折 你的工作就會非常順利 不!你的失敗的風險不比別人低 你勞碌所得來的也不會比別人多 我們仍然活在這個受咒詛的肉身當中 怎麼辦? 建造房屋 看守城池 這麼樣子辛苦的工作 我們應當如何為祂找到出路呢? 是的 我們剛剛看到 工作的本質是神聖的 工作的一個部分的本質是神聖的 因為我們上帝也在工作 我們的主邀請我們參與祂創造這個世界 管理這個世界 改變這個世界的工作 我們繼續如今在世界上成為上帝的見證人 是 所以今天你我的工作 不只是混口飯吃而已 但是追根究底我們為什麼要工作 特別我指的是我們為什麼要有一個職業 我們為什麼要上班 工作 努力 領薪水 它有一個本質是因為這是人犯罪之後 上帝的咒詛 辛苦的建造房屋 看守城池 有什麼出路呢? 這群詩人們在第三節開始 用了一個非常貼切和奇妙的比喻 叫做生兒育女 他用生兒育女這件事情 點出了有一種工作 或者有一種工作態度 可能是我們要學習的 來 我們在座可能 我目測大概有一半以上的人 你都有生兒育女的經驗 或者用生物性的名詞 叫做繁衍後代的經驗 請問 在繁衍後代 生兒女就是有下一代的這件事情上面 請問 你 作為一個人 你究竟要做什麼 就是你那時候能做的非常非常少對不對 你能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少 以至於你可以擁有兒女 你說 哎呀 我要把身體調理好 你說我要多賺點錢 你說我要幫他買一張嬰兒床 你這些通通都預備好了 他不來就是不來 這是我八年多來親生的經驗 在生兒育女 繁衍後代 你能夠做的非常非常少 上帝固然要我們做一件事情 但是就只有那麼一件事情 那是一個夫妻相愛的行動 當這件事情做完之後 我們就把繁衍後代這件事 交在上帝所創造的奇妙的生殖過程 並且繼續運作 十個月之後 你不知道你肚子裡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就長出了一個 還要跟你好像的一個人 他用兒女是耶和華所赐的產業 來對比了這個世界上 有一種輕鬆的 輕省的工作態度 就是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 你固然要做什麼 但是這一切都是上帝的工作 他對比了那些 急急盈盈於工作的人 他對比了那些 不相信上帝的供應的人 他對比了那些 不相信上帝的愛的人 他們在這種不幸當中 工作裡面的掙扎 形成了對比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你知道嗎? 生兒育女的這個比喻 兒女是耶和華所赐的產業 她所懷的胎 是神所給的賞賜 在這一件事情上面 這群詩人說 這是上帝的工作 生兒育女的這個比喻 代表了一個與人親密的關係 促成了上帝奇妙的作為 在耶穌基督的工作典範裡面 我們也可以學到 耶穌不斷的在建立 在發展與人的關係 與神的關係 我們的工作不應該是 為了累積什麼成就 或者累積什麼有形的財富而做 我們的工作應該是為了 回應上帝的愛 回應人的需要 生兒育女的比喻 告訴了我們一件事情 我們的工作不能夠創造生命 夫妻之間那個相愛的洞房花竹葉 也不可能製造出一個baby 雖然我們說那叫做做人 但是你知道那個人是上帝做的 不是你做的不是你雕刻的不是你捏出來的 我們的工作只是在回應上帝 只是在建立與人的關係 這些詩人說 有些人忘記了他的工作應當如此 所以這一切都是枉然 弟兄姐妹 當我們看見工作並不神聖 我們的職業 我們得要辛苦的工作 這是一個上帝的咒詛的時候 我們應該把工作的本質交還給上帝 就如同生兒育女這件事情 是上帝的恩賜 是上帝所賜的產業 當你的生命當中充滿了上帝的工作 充滿了上帝的恩賜的時候 他說就好像一個射箭的人 他背後的箭袋裡面充滿了箭 他隨時就把箭拿出來就射出去 他根本不會懼怕任何的仇敵 在他的工作的人生當中 充滿了上帝的賞賜 他說做的一切都知道 他應該奉獻給上帝 交還給上帝 一切都是他的賞賜 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工作下面 讓你的工作是在回應上帝的愛 與人建立關係 而不是在累積你自己的成就 或者是有形的財富 這樣子你的工作人生 就是以上帝為中心 而不是以你自己為中心 工作並不損勝 工作並不能帶給你身份和地位 唯有你服在上帝的工作之下 你才有可能是清爽的喜樂的得勝 在城門口和仇敵說話的時候 必不至於羞愧 因為這一個射箭的勇士 他的身上充滿了箭 這些箭是上帝的工作 是上帝的賞賜 是上帝所賜予的產業 你想像一下 這群天路客 他們從各地奔向耶路撒冷 總是難免在路上 或者他們快要抵達目的地的時候 他們彼此會有一些炫耀 哎呀我走了好久啊 哎呀你看我帶了好多東西 要來到耶路撒冷 哎呀你看我是畢體次來了 總會有這些彼此的寒暄 虛寒問暖 七嘴八舌 你想像在這一片喧嘩當中 有一個人唱出這首歌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誠實 看守的人就枉然勤勤 當這首歌被唱出來的時候 所有這個喧嘩的朝聖的隊伍 他們就重新發現 他們這一生所做的任何的工作 第一是神聖的 因為我們的上帝也在工作 我們上帝不停止的工作 我們的工作可以反應 可以榮耀我們的上帝 但是我們的工作也是受救主的 所以唯有把你自己一生交在上帝的工作當中 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的工作 你所做的每一個成功 或者你所看起來的失敗 都是上帝自己的作為 然後你才有可能高唱海歌 然後你才有可能飛天而不遁地 我們一起打 主我們為每一位親愛的認識你 跟隨你的弟兄姊妹仰望主 主讓我們這一生當中有一個前提 就是主你是工作的主 所以我們的工作 不只是徒勞無功的忙碌 或者是求得溫飽的一件事情 主啊,求你賜福我們的工作 深化我們工作的意義 並且呼召我們 在我們每一天各樣的作為裡面 可以榮耀你,可以見證你 主啊,我們也向你祷告 我們的工作帶著某一種人犯罪之後的咒詛 因此天父讓我們再一次服在你的面前 你是工作的主 你是呼召我們的主 所以我們願意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透過我們每一天的工作 回應你的愛 與人建立關係 使你的旨意可以成就 而不是我們自己的企圖 被滿足 我們同心地祷告 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阿們